大家好 阿里特 我大儿子呢 喜欢中文 现在呢 开始学中文了 我帮他整理呢 桌上的材料 突然呢 发现了这么一封信 那首先映入我眼里的红底子 是老师的一个评语 他们呢 写作文 要写一封信 那我看到 从来没见过有学生 这么正大光明的 要抄作业的 我看了这个 我觉得就老师这么严厉啊 对学生 那写个什么东西 这个抄的吗 难道是啊 然后呢 我这时候呢 才开始读他的信 你好 安娜 令天 这个字写错了啊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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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好吗 这么一直漏了 好像就是啊 今天 天气好吗 对 漏了个天 今天天气好吗 过得怎么样啊 我写这封电子邮件 是想问昨天的昨夜是什么来着 这的话 下面日应该是一个木 扫了一痕 来这 这老师帮他改出来了 我又读了一遍 我没交作业 也忘记做了 呵呵 来呵呵 没交作业 还呵呵 那个我能不能借你的作业 抄一下 老师下滑线 好了 这就是说老师为什么这么点评的 要抄作业 抄一下 抄也就算了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今天我实在是太忙了 都没有空吃饭 饭都没法吃 上完补习班 还要去工作 又上班又上学 这个很难啊 然后才半夜回家 我天 你这个是 这是劳模的 是学习标兵加劳模 好 这次就求求你了 晚上你不能做作业嘛 还有这句话达到了顶峰 高潮 晚上要玩荒野乱斗冲牌位吗 荒野乱斗是一个游戏 这游戏是竞技类游戏 非常好 昨夜我就晚点做吧 待会儿见 为了玩游戏 可以不做作业 就抄人家了 那么看完这部信 我才觉得这老师呢 并不严厉 还觉得老师太温柔了 应该是从来没见过有学生 这么厚颜无耻的要抄作业的 从没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